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群体 太监 不过 这些身居宫廷的太监 却并非都是中国人 深宫之内 外籍太监究竟从何而来 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其生活状况又是怎样 外籍太监多出于政治需要 在本国阉割后 被送到中国 有一个外籍太监名叫普博花 高丽人 据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全记录一书中记载 普博花在七岁时 被靖身送进了元朝的皇城内 从事皇宫内的杂物工作 在朝中的几十年时间 他从一个普通小太监步步攀升 最终全清朝野 参与国政 在历史上 中国的皇宫内出现外籍太监并不奇怪 中国古代和朝鲜的来往一直非常密切 从东晋开始 朝鲜就是中国的藩属国 朝鲜国王都要受中国的册封 根据当时的形势 中国处于政治需要会向藩邦提出一些要求 其中也包括索要英人 因此 像普博花这样的人 在本国接受阉割以后 被送到了中国 外籍太监与其他太监地位相同 在当时的对外交流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这些进入中国皇宫的外籍太监 都是在很久的时候就入宫了 因此 他们无论从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上 都能很快地融入到中国人中 以至于一些历史书籍在记录他们的时候 甚至忽视了他们的外籍身份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外籍太监中 为什么始终没有一位是蓝的眼睛 高鼻子的外籍太监呢 其实 太监并非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根据史料记载 古埃及 古罗马 古希腊等国家也都曾出现过阉人 一些受中国影响的亚洲国家 比如朝鲜 印度 也都有太监出现过 但是 由于中国从明末开始才和欧洲有接触 因此没有出现过蓝眼睛高鼻子的太监 为保证皇室纯净血孔出现太监制度 北京有两处地方曾专为太监阉割 外籍太监在中国的地位和其他普通太监一样 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下层 是皇家的私人奴仆 常被人们称为 灾星 祸水 能够爬上高位 辅佐皇帝的太监 实在是极少数 其实 外籍太监还发挥着一个特殊的作用 朝鲜籍太监害兽是明洪五年间 李朝太祖李承贵遣送入明廷服务的一员燕人 在知名历史学者陈学林所写的 海兽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太监 中提到海兽曾七次被遣回本国为使者 为成祖向朝鲜国王索取各种物资 而其影响尤为深远的 是替中国的皇帝向朝鲜索要朝鲜处女 并在其中为成祖选择非子 明代安南籍太监史事考树一文中 陈教授也提到 北京城内之重要古叉寺院 随系奉饰修建 实际上懂其一者主要是太监 可见 外籍太监在当时中国与藩邦的交流中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即便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像普不花等这样外籍太监 在中国历史上仍旧是极少出现 明清时期 来中国的朝鲜史节非常之多 清朝时候 每年平均有三个朝鲜史团来中国朝共 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这些史节由朝鲜的大臣组成 因此 如果当时中国皇帝向朝鲜提出什么要求 也不需要朝鲜太监做过多的工作 而且根据当时规定 作为太监不能出宫 也不应该参与和政治相关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 早在商代时就已经有太监出现 经历西州一直到东汉时期 形成了完整的太监制度 最好的 最好的 广州 不知道